報題到過高和小九十六七年的學生 也是在沒有親自一天來記憲 好方式特別選在這一天來進行 到通學報道的戰略 透過天生學黨安全的上學科環境 來向前是最好的沒有親自禮物 通學報道為在過高和小學問口 過去因為學問為在交通要德頂頭 讓學黨在上學科的時候 需要含車來修正道路 相當適合 所以在學校 電影人士 還有工藝館政府共同努力支援 進出到內進部應建立480萬的補助 還有工藝館政府組織120萬的經費 對今年十二月分開始時間 到今年二月二十三後完成驗收 就讓學黨這條能夠安全行駛的道路 慶祝校慶 也慶祝母親節 我們也慶祝我們的同學步道完成 我們三十一起來 在這裡祝大家 祝大家 校慶 大家能夠 相互操樓 大家能夠有一條安全的上學的同學步道 最重要明天 母親節 大家所有在場的母親 都能夠母親節快樂 好不好 這次的真菜話當 港議院長 中華館和議員 不記得嗎 創威脅 創新店和補帶頂著 但讓母親做回來真菜 學黨也現場 可能先讓館長 頂頂誤會的貴賓 中美外伴運行 中華館表示 這次過高高校的96歲 好慶 當時也慶祝不穿這頂通學部的真菜 希望孩子有一條安靜到好好的路 也祝福媽媽不穿這塊路 創新新聞 正在心報地點 蔡宏報道